来到西班牙,我们看到的是Alcatel OneTouch Port Fit 大家好,我是NKJ中文版的松一平先生 你看到我这个姿态有点奇怪 但主要是因为这个手机它是最大的卖点就是有一个按band在这边 它的设计呢,其实就是说一个小手机 然后有智慧型手机的功能 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有一个位置让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可以用到 譬如说你可以在这边用到Runkeeper这样的元件 你可以在跑步的时候车廊啊 然后还是可以听音乐啊这样子,让你方便的运动 这个手机呢,其实它拿出来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扣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屏幕你可以看到很小 它只有2.8串的一个屏幕 然后采用的是MTK的一个系统 但是MTK的一个硬体配备啦 但是还是Google的一个安卓的系统 你可以看到它有做一些定制 就是说那个图示会变得大一些 这样子就让你可以看出来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 就不会有那个点不到的情况 然后其他的功能呢,安卓的功能基本上也是在这边的 那当然啦,它没有不会是特别的那个 呃,卖点就是硬体配备啊 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透明的被盖在这边 我先把那个屏幕调亮一些 好,好,我们看到了它这个半透型的 呃,Free Cover啦 其实在以前的Hero里面也有见过类似的设计 然后它这一次呢把它变成一个音量的一个调 就是说播放音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播放的快速流回去的 这样子让你在使用的时候更快的来播放到音乐 然后它搭配的也是一个JBL的一个耳机 然后也有五个颜色 会不同的被盖这样子 很多厂商在买这些手机的时候 它会不同颜色的被盖会分开买 但是这个Alcatel OneTouch的一个Profit 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用那个红色的一个被盖 另外再送五个给你 然后也是包括这个Unband 所以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 所以然后所有的价格就是一千多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因为他们想这个小手机也可以做到智慧型 然后可以做到运动的功能 所以你想想看,它大概就是说 一千块的东西,你可以买一个产品 是一个运动型的测量的手袋 还是买一个智慧型的手机 然后可以做伤头的功能呢 这个可能就是它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简单的动手碗里面 没办法告诉大家 到底它用的好不好用 这个Unband啊,测量啊,好不好 还是用手袋好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挺特别的产品 希望可以未来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慢慢的 好好地去评测一下它 到底最终的功能会如何